欢迎关注明镜头条 今天明镜头条继续聚焦病毒及病毒溯源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5月24日表示 美国目前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新冠病毒的起源作出结论 他说美国一直在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 另外关于新冠病毒溯源话题 还有一个引发关注的是福奇博士 5月份在接受美国PolityFacts新闻网站采访时被问到新冠病毒是否源于自然 福奇回应说关于这一点我不确定 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调查中国发生了什么 尽我们所能知道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关注网易网室讨论统点 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第二波情报来的正是时候 但是如果科学家证明 这真是武汉病毒是有问题 对吧 那我也不认为整个中国政府应该完蛋 而是应该武汉病毒研所找出问题出来 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是哪一个环境出了问题 那么谁承担应有的责任 那么就应该去承担应有的责任 但是如果你去掩盖这个事实的真相 那就会变成你整个中国政府的责任 所以中国政府需要掂量掂量 当然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也要请大家考虑 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是所谓的 机密的 这个病毒研究所 但是这种机密的病毒研究所 在面对人类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面前 这种机密又算什么了 对吧 这就是我的基本的看法 这个 老和这篇文章啊 不是你批评的这一个记者写的是三个记者写的啊 这个 这个 这个Gordon呢这个Gordon这个人呢 你提到他的这个伊拉克战争中的那个作用啊 那个批评是挨的他是挨的批评的 但是这个这个人呢在在这个 美国的 这个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这个报道这个资历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尊情报道的记者是在以你调入陷阱的 这个有一个报纸我猜一句话,我猜一句话,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之中,将近40年在纽约时报 然后这个出了事情是出在这个在华尔街日报这个问题上,他跟那个时候当时朱利米勒 他们一起写一个报道,后来米勒还 赐了官司 也不行并不完全是他的这个人,现在媒体现在对他评论是在这个里头报他不精确 不精确 所以说你去质疑他的这个 原来这个报道 原来这个报道的和当下这个报道这个关联性,我觉得并不是很充分 何况不是他一个人写他是 华尔街日报是配了三个记者写的文章 但是三个记者 也真也反映了华尔街日报,划了这篇文章的硬性,但是非常遗憾,没有东西 虽然西方的媒体他私事而回的,把两边的观点他表现出来 我认为他这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客观中立平衡 并不是你所说的什么误导作用 也有一个河南的 病毒学家说这个 病例三个人的病例两个人的病例根本就没有,就是一般人的感冒 西方的媒体啊最糟糕的就是这个地方 经商是表面上 引述就得左一句话 引述右一句话,他整体的 产生的效果非常明显,我就批评西方媒体这种报道方式 我原来是非常信仰的 非常信奉的 我现在发现 他只要给你制造了一个故事 就找一个人往里面去套 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是开关的 你看看这边报道出来的结果就是 就是 像你讲的就更多人倾向于 这个病毒,有可能是从11时里面出来的 不不不不,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 是更多的人倾向于实验室假说的情况背景之下 华尔街日报来了这么一篇文章 不是,没有新的东西 没有新的东西,这个东西早就披露出来了,又不是今天 对吧,我当时看一瞎一跳,我说机密情报 夫夕博士也是最近这一段才开始倒阁啊 我觉得没有,夫夕博士 我现在的夫夕博士讲的话没有错 没有错,你把因果关系搞到了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是最新的实验室假说的 最新的一篇 他不是原因,他是结果是这一波风向转变以后的一个结果 那就证明华尔街日报 就是想 呼应这个舆论,制造这么一个报道 而不是真正有什么情报,有什么情报吗 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是就是想当然的嘛 所谓国际盲友,对吧,关系性的信息 我觉得他最糟糕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关系性的信息没有名字 平衡的报道有名字 这个 华尔街日报 我认为他把这三个病人的名字省略了 不是三个病人,而是情报来源 而是情报来源 我猜想他知道这三个人的名字 他知道也好,不知道好,这个不是关键的 关键是这个情报的来源在哪个地方 告诉我,没有 这个军事情报,然后来搞一个平衡报道有名字 来用平衡报道的真名字 来推断,哎呀那个情报也是来源的,这等猫腻 让我这等老媒体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好啊,你要批评这个报道那是你批评的啊,但是这个 我觉得你这个批评理由不那么充分,因为他有情报来源 他有两个情报来源啊,而且这个 这个情报来源还说了,这是我们的国际伙伴拿给我们的情报 他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 哎呀,情报局里面这个垃圾啊都是牛毛 随便拿一个垃圾给你喂料就可以了 说明什么情况,这个东西 西方的这个媒体报道那你说的话,他用匿名 情报信息来源 很多的 但是抱歉,这个来源 没有权威性,因为首先这三个人 我不怀疑是真的 是假的,我不怀疑OK,但是 第一他是华尔街日报 第二 这三个记者是 应该是这个领域里头的这个收取意志的 第1个Gordon 前将近50年的记者 40年加那个华尔街日报 第2个人是这个驻华盛顿的首席的 这个安全和军事记者,第3个是资深记者,从记者搭配来说,华尔街日报这份报道是非常 这个豪华阵容出场的,豪华阵容怎么样啊 没有真正的料嘛,这些料早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而且这个料没有,没有实实在地的东西 他没有证明什么,第二个就是他的料在什么地方呢 老婆第2个料在什么地方,他从第2个来源 证明了1月15号美国国务院的那个信息情报的真实性 这是他的价值 他证明什么真实性呢 他比1月15号的那个信息还要精确 具体 这是他的价值来源,他什么具体呀 这东西我们早就知道了,早就报道过了 你怎么知道,三个人是11月 三个人早就讲过了,你看看那个媒体早就报道了 早就具体有了 可是这个东西他 用另外一个人的话说很精确 非常的精确 这就是他们事事而会的东西 事事而会的东西,什么叫精确啊,三个人我们也是精确 对吧,我们不用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去争论了,就是说我觉得你对这个 情报的价值的评估有些低,那么我觉得 他的评估要高一些,就这么个差别 好了好了 我认为了这个事情,不管怎么样 我们两个有一定是共同的 必须推动 WHO 对武汉地区 2018年吧 2019年 至少是秋季开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这个新闻 查不清 这个新闻有助于推动这个调查 那也未必 接下来关注全球新闻 关注重点美学者 台仍有实力俱用大陆疫苗 世界卫生大会昨天开幕 即使许多友邦在会议之中替台湾发声 不过大会主席依旧宣布 不会把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列入正式议程 而对此 中国国台办今天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搞台独并没有出入 并且宣称中国方面 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 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的事务将会做出土上安排 综合媒体报导 台湾连续第五年无法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 被秉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 台湾13个友邦会议之前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提案 呼吁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会议 不过针对该项提案 诺鲁、史瓦蒂尼等友邦昨天曾经跟中国展开二对二的辩论 奋力为台湾发声 但最后大会主席依旧裁定 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的续情 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将会不列入议程之中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上午表示 世界卫生大会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搞台独是没有出入的 在世卫大会操作涉台议题是不得人心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朱凤莲宣称大陆方面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 台湾方面获取各种疫情防控讯息跟支援的管道是畅行有效的 他宣称所谓国际防疫缺口是政治谎言 不过是民进党当局一亿谋独的借口 国台办还痛批民进党拒绝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要求民进党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 强调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都会以失败告终 而此前台湾陆委会表示台湾在历史上面 国际法以及两岸现实上面 从来没有一天属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从没有接受过其片面设定的一个中国原则 中共以错误的方式 引用联合国大会跟世界卫生的决议来矮化台湾 误导国际社会 已经对台湾民众的健康权益构成伤害 其不负责任的行径 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中国政府在台湾疫情升温之际 声称愿意提供疫苗 美国学者戴杰表示背后具有政治动机 台湾方面拒绝是合理的 由于美国疫苗即将运抵台湾 台湾本土疫苗也有望推出 因此拒绝中国疫苗不会对台湾构成太大影响 而同时中国也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舞台上面施压 借着疫情严峻投渡一中原则 或是新疆人权等政治议题 纵横媒体报导 中国国台办24号表示 北京方面十分忧心台湾疫情 愿意快速安排台湾民众尽快使用中国疫苗 也愿意派遣专家赴台湾提供防疫咨询 台湾陆委会表示 中国方面从来没有提供过他们疫苗的资讯 这只是明显的统战分化操作 对此美国宾夕法尼大学 法学跟政治学教授戴杰 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 他表示 两岸处理公共卫生 非航安全 气候变迁的实质性的议题时 中国方面总会忍不住偷渡政治议题 而这次的事情再添一个例证 他表示 台湾拒绝中国方面的协助 不令外界感到意外 特别是北京常用合作的机会 来推进有关主权跟地位的立场 北京看表面 看似是要帮助台湾 实际上的用意是要对待台湾 比照中国其他省份 让台湾从中央方面得到协助 英国金融时报局出 中国也向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地区提供1.65万剂疫苗 拜登政府担忧 中国正在利用疫苗来挖墙灶 施压各国放弃承认台湾 例如台湾的邦交国之一宏都拉斯 伦敦研究公司数据显示 到5月初为止 中国已经向海外输出2.52.1剂疫苗 为该国疫苗总量的42% 北京智库则统计截至5月17号 中国已经向国外出售了6.83亿剂疫苗 不过中国疫苗的效力 真实数据一直受到各界关注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批准中国国药疫苗 科兴疫苗也被列入考虑之中 而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近期资助的研究报告显示 在8款全球范围之内接种的疫苗之中 功效最高的是莫达拉疫苗 以及辉瑞疫苗 而中国两款自制的疫苗 国药跟科兴 功效分别为78.1%跟50.7% 目前连一些台湾的企业 也受到开放使用中国疫苗的压力 路透社引述一位消息人士报导指出 生产苹果手机的台湾鸿海公司 已经接洽上海复兴医药公司 以及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希望给该公司的员工跟家属 注射由上海复兴医药公司代理的 不过是由德国药厂生产的BNT疫苗 戴杰表示台湾拒绝中国援助 并不会显著地影响台湾的公共卫生 因为台湾公卫体系确实令人惊艳 就算是近期疫苗升温 依旧没有到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 加上美台在疫苗方面依旧有合作 而台湾本土疫苗也有望即将推出 因此少了中国疫苗 不至于让台湾付出公卫代价 接下来关注今天大新闻讨论重点 少检测缺疫苗 台湾疫情严重 台湾的检测能量远远不足 官方所宣布的台湾每天能够做核酸检测的数量 是一万六千个 那么这个不但是比稍微像这样的国家 什么这个中国美国啊 但是欧洲这种稍微先进的国家都差得很远 然后呢 这个跟香港中国大陆比 同样是华能胜民主也差很远 那么中国大陆呢 他可以一个星期一个城市就做两百万 一天做两百万 那么台湾呢 一天才能做一百六十万 一万六千 香港一天可以做几十万 那么所以这个检测 台湾比较核酸检测 我们说这个最严谨检测 能量是远远的 跟需求有落差 所以现在台湾每天公布 这个确诊人数 后面都加一个 这个校正 也就是前几天 这个快筛出来 还没有经过核酸检测确证的 现在因为我们能量不够 后来检测出来了 确定有检测 这个确诊人数有多少 每天都在补 这个也就是说你能量远远的不足 需求 那么疫情越是扩大 这个你的不足就是越严重 你缺口就越来越大 这缺口大 产生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病毒在外面 四处流窜 你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传播链在哪里 因为你检测能力不足 你没办法找出来 就像一个人身体 你没有癌细胞 但是你没有检查出癌细胞 在哪个部位的能力 你没有能力不够 你可能 这个来做癌症检测人 可能一天比如100个 你只能检查出20个 另外80个就慢慢等 癌症还等了 等不及就自己生命受到危害 那么这个新冠病都不一样了 他不检测 他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有被染 被污染 被染上了 因为这个百分之六十 真的是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 或者症状很轻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染上 他以为自己感冒 到医院看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 只有20%以内的是重症 这20%他到医院 当然是 你就可以知道他确诊 那么其他的人呢 你如果没有很高 公平高强的检测能力 你这个就没办法快速的去找出传播链 然后去断绝这个病毒的传染 那么台湾不但这个 我们说核酸检测能量不足 这快速检测的能力也是很不够 今天台北市或者新北市还有就少数几个省市 他能够开放快速筛检 就是民众可以自己去接受筛检 那么这个能量也是不够 能量不够 每天大排传统 很多人检测不到 而且大部分先生都还没有检测 开放的检测 因为医院他做不到 配合不上 那么所以第一个检测 能力不足的话 那么你就没办法快速的发掘 病毒在哪里 传播链在哪里 所以你没办法采取 这个隔离啊治疗啊 这个行动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台湾 对于这个所谓负压医院 也就是治疗重症患病患医院 准备的不够 那去年讲 一年都没有使用到多少 所以没有去扩充 那么今天发现 疫情失控了 那么这个医院呢 很快就快爆满 如果爆满之后 你还不能够快速的扩充 那么这病毒呢 你没办法 这个控制住啊 它还在外面传染 另外一个更糟糕的 就是说台湾 没有比照中国大陆 香港去搞什么 方昌医院 方昌医院就收容 轻症 病症状比较轻的 这症状轻的人 他不必去占预 那个所谓 负压的这个 病房 因为那病房 你一进去 就要二三十天才能出来 对不对 那你的病房 一下供服应求 那这些人没地方去 怎么办 而且他待在家里等 待在家里等 他就没办法控制 他的疫情 不传染给别人 他还可能 多少有些家庭当然可以 有个套房 一个单位洗手间 帮你在里面 可是多数家庭做不到 那么这些人呢 他还是家里传染给家人 这也是问题 所以台湾这个医院的准备 那么更加更加严重 就是说这个疫苗短缺 没错 台湾现在所取到的疫苗 好像是六十几万几 六十几万几 对 整共 台湾需要多少 多少剂的疫苗 至少三千万剂 为什么三千万剂呢 台湾两千三百万 扣除一些小婴儿小孩 或者是不适合注射疫苗 要百分之七十人注射疫苗 百分之七十人 至少才能达成群体免疫力 那就要一千五百万 人以上的答应 而且每个两针 那就三千万 三千万剂 那现在才六十几万剂 然后呢 你又拿窍 中国疫苗我不要 这个中国大陆 他也在那表示 他疫苗愿意提供给他 然后更 现在更尴尬 就是说上海复兴医药 他所带领的类似的辉瑞 德国 德国 德国疫苗 这个疫苗 公开表示 新华社传达了 愿意出售给台湾 台湾防疫最高指挥官说 还没看到来申请 要求你来申请 你不会主动表态 从这地方也立即洽购 用商业机制处理 这个政府又是面子挂不住 因为你上海复兴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 虽然你不是国营企业 但你毕竟中国大陆企业 台湾官方过去散布的消息 就是跟大陆沾上的 我们都不能够用 我们要跟总公司直接来谈 总公司拒绝 我们已经代理给复兴 他后期投资10亿美金了 10亿美金了 这个我们怎么可以剥夺他的代理权直接卖给你 这个是商业问题 这不是政治问题 而且后期愿意提供给台湾也不是政治动机 也许幕后有中部下指导期了 但是他是生意 他今天他如果没有卖出很大量给这个大中华地区疫苗的话 他会亏大本 亏钱 要投资10亿美金 那你现在香港买了几百万剂吧 澳门 然后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开放 台湾没有买 所以他现在卖出去的很有限 跟他的这个投入成本不成比例 这当然乐意卖给台湾 乐意卖给台湾 那台湾这个没办法跟他一样 只是从商业上来考虑吗 一定要做政治考虑吗 因为人命关天 那现在有人 我今天发表一篇文章 就是台湾现在叫做疫苗诸儒 诸儒 缘人下面是小国 小人国 台湾现在诸儒 台湾现在取得了疫苗数字 这个比非洲大部分国家都少 接下来关注全球新闻讨论重点 武兵所报新疑点 白宫呼吁二进中国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华尔街日报23号的时候报道说 从未公开的美国情报资料显示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 曾经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的 2019年的11月 身体出现了不适就医 并且出现了跟新冠肺炎一致的症状 白宫表示说目前没有足够的讯息 就病毒的起源作出结论 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 华尔街日报报的说 美国国务院曾经在今年的1月15号 公开情报显示 指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员 曾经在2019年秋天的时候挂了病号 并且出现了与新冠肺炎 以及常见的季节性的流感一致的症状 时间点接近疫情大爆发 也比中国公开的首宗病例还要早 新冠病毒为实验室外泄一说 婴儿再一次甚嚣尘上 综合媒体的报道说 白宫的新闻秘书沙奇24号 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了此事时 回应表示说 有关于病毒的起源 美国目前没有足够的讯息 得以作出结论 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系列的研究 需要数据和独立的调查 沙奇表示 拜登政府过去几个月以来 一再的呼吁世卫组织 针对新冠肺炎的起源 进行更加透明的独立的调查 避免调查遭到干扰 或者是政治化 美国希望世卫组织 能够进行更加透明独立的 第二阶段的调查 另外沙奇也批评中国的不透明 并且说拜登政府认为 世卫发布的第一阶段的报告当中 调查专家无法全面的取得资讯跟数据 美国持续的施压 要另外一个国际专家团队 到中国进行不受阻碍 而且独立且透明的调查 接下来关注网音网市 讨论重点武汉实验室 泄露病毒第二波情报 来的正是时候 那么现在这个情报呢 它清晰的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说2019年11月份 有三个人生病 所以说它的信息的情况呢 比原来的那个模糊化的处理的呢 要清晰一些 这是一个跟原来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所谓的第二波情报 那么第二波情报呢 它借助这个报道 它说是来自国际朋友的信息 而且这个信息呢 借助一个人的话说 相当的有质量 而且相当的精确 所以说这个情报的来源应该是被他们在某个意义上做了评估 评估以后呢 认为这个情报啊 给媒体说出来之后呢 也不足以闹笑话 我估计是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我还有一个潜意识的一个思考 就是说可能这一次泄露出来的这些东西呢 也只是美国政府点报机制 没有说透啊 跟媒体吹风的没说透 实际上美国可能都知道这几个人生病的是谁 住在哪家医院 来自于可能弄不好还有点病例都有啊 只是说他没有说的那么透啊 这是告诉我们13个人啊 2019年11月啊 就这么一通 这是这个所谓的情报 那么这个情报呢 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来说呢 他又接下来啊 他又讲了两个对这个情报 一个评价非常高的 一个评价就是说有可能有很好的意义啊 但是需要进一步调查 还有一个就是参加这个世卫调查专家组的 有河南的病毒学家的一个观点 就是这种情报 我们病毒专家们去中国调查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也许这个病啊 也就是我们理解的感冒 没有任何情报价值 这个报道里面也有啊 那么有一个报道 那就说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那么他还去找到中国政府的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那么中国政府这一次也难得及时的进行了回馈 所以说呢 美国政府给这些人这个情报应该不是这几天的事情 因为给了这个华尔街日报之后 华尔街日报没有照班嘛 又去找中国政府核对嘛 中国政府居然还有声音 所以说他这个报道里头呢 他把这几家方面的声音都给写出来了 那么唯一缺的一个点就是美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 那么这一次美国政府啊 在新闻发布会上他的发言人被追问啊 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才发表意见 所以说中国政府的意见反而先被纳入了这个报道 美国政府的官方意见还没有被纳入这个里面啊 所以从这个情况下看呢 我认为他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一个报道 他也没有完全站在站在谁的一边啊 这是我提到的第一个啊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呢 从现在来看 美国政府呢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呢 原则上的态度就像华尔街日报说的 开始倾向于实验室假说这个立场 朝这个方面去看问题啊 做文章 外交努力啊 国际合作 但是呢 美国政府 以白宫为代表的这一意 他的工作的重点呢 并不是要去解构这个实验室泄漏啊 直接去解构这个事件 他不干不干这事情 他只是强调一点啊 我们对现在提出来的 任何有关这些问题的信息呢 我们都主张透明独立的去调查啊 采取一种呢 中立的一个路线 但是呢 他的这个取向是非常明显的啊 调查 要调查 一定要查查清楚真相 然后呢 关于这个实验室假说呢 美国政府现在不持立场啊 不持立场 他通过一系列的 过种过样的场所来表明他们慢慢的靠向甚至于支持实验室假说 那么这个包括啊 包括这个新的CDC的这个主任啊 他说这个起源呢 自然起源呢 自然起源 但是呢 也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是之一啊 这是美国政府的新的CDC主任 美国的美国的情报总监啊 他也倾向于 泄漏是实验室假说是可能性之一 这是官方的态度啊 官方的态度 再加上这个著名的医生福西啊 他也说现在自然起源 说让他没有啊 没有把他说服 他现在倾向于实验室假说啊 尽一切可能去调查这个实验室的假说 那么这个福西又是专家 又是官员啊 官民之间两气这么一个 两气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情报专业团体啊 慢慢的的风向是呢 支持实验室的假说 美国政府呢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没有直接去盯着实验室的泄漏这个事情去施压 但是美国政府现在抓住第一阶段里面发现的漏洞 去推进第二阶段的独立的一个调查 而现在又是第二阶段独立调查的一个节点 一年以前啊 一年以前 当欧盟推动对这个事对这个问题的调查 美国进行支持 那么一年以后在世界卫生大会 就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这个单口呢 世界卫生大会又开会了 这个情报 这个报道 就是为了配合或者呼应世界卫生大会的今年这个会 以及下一个阶段的要展开的第二阶段的调查 而发生的这个事件 而私下里头美国政府有一个五个联邦部门的工作小组 正在几螺秘谷的完成一个给世界卫生大会的一个建议 就下一阶段查什么东西 那么我看到这个报道是4月下旬 那么我想这个报告已经给了四位了 因为四位现在开会嘛 应该他们拿到这个美国政府的最后的建议 他最后的建议版本我没看到 所以美国政府推动的这样一个第二阶段的调查的这个建议 情报和专业部门推动的这么一个假说 这个时候在借助华尔街日报的声望 等于是把这么一个疫情溯源的工作呢 再次打出一个小高潮 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看法 我说你的看法里面在表面的刻画描述里面 隐藏着很多的你的个人的偏向 这种个人的偏向 恰恰是我找到了不同意的地方 但是在大方向来讲我们是一致的 为什么一致 就是这一次造成人类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不管需要多少年 不管需要多少人力 不管有一些国家有所谓国家的尊严为借口 或者民众的尊严为借口 都无法阻挡 全世界的 这些民众要求追究事实的真相 因为 这个灾难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灾难的后果 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沉浸在 自己作为一个专制政府 我们有效的对付了这场疫情 他们还存在于这样一个抗分之中 包括相当多的中国民众也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如果这个病毒 最终不能找到这个病毒的源头 那么对下一步可能发生的这个疫情 是灾难性的 首先还不是说它是不是中国政府有责任 或者是武汉政府有责任 这个首先还是其次的 对吧 从一般意义来讲 追求真相 是坚实 这些受难者 全人类的一个权利 第二个呢 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未来 我们必须要尽快地找到这个病毒的这个源头 但是病毒的源头是一个非常艰苦的 非常专业的 同时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追溯过程 到现在为止 03年的SARS事件 对吧 从这开始大家闹得很凶的格子里 后来发现 格子里本身 在人工养殖的格子里 和野生的格子里身上并没有发现了这个病毒 但是如果 据摄取 类似于SARS的病毒到它身上 它马上就染病了 这就证明出来 格子里本身不是源头 正是因为这个 这个当时所出现的困境 时政令女士 就一直 和中国的一些科学家 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 他们一直在试图找到这个源头 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 才发现 SARS的病毒 更有可能是来自于 蝙蝠 来自于蝙蝠 那这一次的这个 而且这个结论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没有看到国际学习界 有更多的这个共识 还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一种说明 我们所看到的也是中国媒体的说明 可见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那么在SARS那种情况之下 还没有国际卫生组织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去调查这个事情 因为那个事情 主要的灾难是中国人自己承受了 而这一次是全世界的灾难 那么全世界应该 促进这个事情去调查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今天 美国的白宫的发言人 讲得非常得体 他说这个调查 我们不能跳过国际的程序 去追究它的源头 不能跳过国际的程序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 没办法自己要求去调查 或者是怎么样 要通过国际的这个程序 国际的程序当然就推动大家所形成共识的组织 就是WHO去调查 因为只有WHO才有真正的权威性 即算是WHO明显的受到了中国的压力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推动WHO去调查 另外一个白宫的发言人讲得非常清楚 没有任何的资讯和数据 证明这个病毒的来源 没有任何的资讯和病毒的来源 他也不认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是政府的这个报告 所以刚才跟你说 美国政府比较倦向于认为 病毒的来源或者更多的 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更加推动 这个病毒的源头调查所形成的一种压力 而且确实有一些科学家 他也提出了这样的呼吁 18位科学家里面就有严肃的科学家 不是随便来的 华尔街日报正如你讲的是很有声誉的一份报纸 所以对于他们的报道 我们不能不重视 当然要非常重视 但是非常遗憾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不严肃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有很多的误导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同时也是成就的 成就的 他在一个夸大的三个人的这个中间 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导性的效果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舆论相信 这个病毒更多的是来自于 这个病毒研究所 我认为华尔街日报这样一份严肃的报纸 在这个处理上面的 不严肃 必须呢 我也表示质疑 因为我有做过的理由 做过的理由首先在于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叫马克格登 他就是在 2002年吧 出名招聚的 伊拉克的核武器的 这个 这个 核武器原料的 这个报道者 这就是后来 发生了所谓的伊拉克战争 死了美国五六千个 这个 军人 造成了伊拉克的政权被推翻 造成了伊拉克现在还处于 这个 这个不安定的状况 造成了现在伊拉克的人 对美国有仇视的心理 但是事实证明 这个所谓的核武器或者是核武器的原料 化学武器是不存在的 在美国的历史上 由于利益激动的推动 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 总是会 缩造一些假情报 缩造一些舆论的一些压力 舆论的压力 虽然从科学来讲 我们不应该排出任何的一种可能性 任何一种可能性 都不应该排出 但是 一个结论 不是靠关联 你就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 而且你不应该 摔染一些 关联性的信息 然后去给人一种 隐隐约约的结论 然后呢 造成这个事情的误导 譬如说 武汉当时后的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官方到现在为止 是12月8号 才发生第1个 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这么一个例子 那么之前有没有发生呢 之前发生了是不是没有发现呢 之前发生了是不是因为没有发现被掩盖呢 是不是这些里面还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 中国政府隐藏的秘密呢 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 没有国际公信力的政府 不但没有国际公信力 在中国的民众中间 也是缺乏真正的可信度 我就曾经问过我的一些朋友 我的朋友他们不是带有政治特别的政治利益在后面 他们完全是偷看一处 偷看一处说 哎呀这个 十有八九是 实验室出来的 多数的朋友 都是这么回答我 但是我真正问他理由呢 只有一个 中国啊 管理混乱 那种研究所都是一塌糊涂 对吧 这种情况 有没有呢 我完全相信有 但是这并不等于 这个病毒 是从这个实验室里面出来的 你不要说这三个人 在12月8号之前 他们生感冒 是不是跟这个新冠病毒能不能连接在一起 你更不能说 三个人就去看医生 你知道在中国 在美国 看一个医生很困难 尤其是如果你没有健保 对吧 如果有你健保也很麻烦 你随便跑到一个医生 对吧 那你首先交五十块钱 管你有没有病 对不对 然后搞了半天可能还什么都给你看不出来 在中国恰恰相反 有这个 你一点点毛病 你恨不得马上去找医生 马上去找医院 所以 中国人和 美国人对付这个感冒的特征就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跟陈小平博士讲 跟各位网友讲 其实比这个更细致的 这个 情报 在哈佛大学的 就曾经做过研究 哈佛大学发现 在2019年的11月份 武汉地区的医院 门口汽车增加了 汽车增加了 然后就发现 武汉地区的 这个 住院 看病的人的情况 超过周边地区 超过周边地区其他城市 同时呢 也 比去年 也就是说 比前年 也就是比2018年 还有所增加 还有所增加 同时 新冠病毒 有一个不同于感冒的特征 是什么 呼吸 呼吸就是拉肚子 拉肚子 然后呢 这些聪明的哈佛大学的科学家 他们就拿伏写这两个词 到北斗或者是谷歌去 去搜索他们的这个搜索结果 结果发现什么 发现 武汉地区在当时候 这个伏写的这个词 增加了 增加了 那如果按照这个词 去推理出来 在12月8号中共确定第一个病例之前 是不是爆发了 这个新冠病毒呢 这是当时哈佛大学这个报告出来的 一个 引起大家 一个讨论的一个地方 当然非常有价值 而且我不相信 这些科学家带有一些政治的背景 他们就是科学的研究 但是更聪明的人 后来发现了其中的漏洞 就是说 假如你是真正是 浮血本身 会赢 就是意味着是 新冠病毒的人增加的话 那你一定有相关联的词 也会增加 比如说 那肚子怎么办 浮血怎么办 或者浮血吃什么药 如果 相关联的词 出现了变化 那就证明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结果他们后来发现 关联的词并不多 也就是说 只有一个单纯的词比较多 所以还远远不足以制证它的科学结论 所以哈佛大学这样一个远远比这个情报 可以是更广泛的数据 显示出来的 这个情况 哈佛大学的学者们 最终把这篇稿子 撤销了 撤销了 他们还没有正式发表